休旅车驾驶高速冲撞停放在路边的一整排机车 隔没几秒又开车掉头 回来再次撞击路边的一名黑衣男子 被撞到的黑衣男子不甘心站在马路中间 手持棍棒朝着驾驶不断挥舞叫嚣 救护车赶到现场 医护人员赶紧替两人检查有无伤事 警方拿出手机拍照搜证 休旅车挡风玻璃都裂成蜘蛛网撞 一旁停放在路边的机车更倒霉 整排都被撞倒 29号晚上一点多台东新生路上 警方开车巡逻时发现两名男子当街斗殴 远警赶紧下车将两人拉开 狐姓男子就是休旅车驾驶会当街撞人又斗殴 原来只是因为感情纠纷 苏姓女子和狐姓男子本来是夫妻关系 但两人离婚后苏姓女子偷偷登入 前夫脸书账号偷看 引起前夫不满 结果苏姓女子和现任男友在路上巧遇前夫 情侣两上前直问为何提告 双方才会爆发全五行 然后当场看见黄姓的男子跟胡姓的男子 在街头发生肢体的冲突 那我们的巡逻警力当场就予以压制逮捕 并启动分局的快打警力到场资源 爆发过程当中 黄姓女子看到警方还一度心虚 试图开车逃离现场 没想到直接撞上黄姓男友 好在没有大爱 只是感情纠纷演变成街上大乱斗 最后下场就是得受到法律制裁 3日新闻王浩元赖一圈台东采访报道